大朝報導來看看這幾年富豪在瘋什麼呢 看看這段畫面 幾千萬的珍貴樹林 幾乎把這棟豪宅給包起來了 風生水起造就另類的綠色煉金樹 這些樹哪來的呢 我們帶大家到彰化田尾的公路花園來看看 走進這裡 一株一株的樹木 身價動著兩三百萬起跳 等著長成了之後運進了豪宅 你看這些種樹的樹農 純樸的外表 經過你都不會覺得 它們其實是真正的隱形富豪 記不記得在彰化的成美堂 鼎心未加那一千七百萬的黑松 身價不菲 從幼苗到成樹 每五年一個基數 身價漲一百倍 換句話說 漲成的大樹 那是比黃金還值錢啊 豪宅豪宅豪宅 一棟棟奢華又時尚 如果要比拼它的身價 最新觀察指標是這一個 頂級豪宅市場不只比房價 比建材 現在就連庭院裡種的是什麼樹 也成了有錢人關注焦點 真的不誇張 為了台北市萬華的 這一個新落成的建案 為了打造豪宅氣勢 不惜砸下上千萬 從台灣頭跑到台灣尾 網絡兩百棵珍貴樹木 甚至房子還沒蓋 在兩年前就開始搶樹豚樹 一兩年前就要開始新準備了 因為我們必須還要留一點時間 讓樹更好的生長跟就是長大之後 再運到我們社區過來 過去有錢人玩古董 現在流行玩樹木 鏡頭的轉到這家位在台中的豪宅 主人也是個愛樹成吃的玩家 逛搭七千坪的山坡 它種了上千棵樹 其中最貴的是門口這兩棵 百年老樹七里香 二十多年前 豪宅主人以一棵四萬塊買進 現在已經漲到一百五十萬 身價翻了快四十倍 它會產生那種香氣 無情之中就是讓我們這個房子 在周遭來講 都有這種香的這種正面磁場存在 講到風水樹 更不能不提這棵鎮圓之寶 午夜搜 豪宅主人養了十多年 天天細心呵護 現在也是百萬身價 這個氣來講是很旺 而且是長青 那代表說這個主人家來講 就是說能夠延續它 這個永久的這種氣 那讓它宅運很旺 有錢人種樹味的是風水 還記得今年二月 官司纏身的頂星味家 據傳為了改運 不惜砸了一千七百萬 買下一棵樹林兩百年的黑松老樹 而除了頂級黑松 已經入園的 還有棵身價千萬的百年紫檯木 這才讓大家見識到 原來樹的背後 商機有多大 豪宅紛紛搶中 珍貴的百萬民宿 也讓台灣的苗木市場 自首可熱 那他們究竟從哪裡而來的呢 接下來就帶您前進 民宿的故鄉 原來就是中台灣的彰化縣 這裡聚集了全台灣最名貴的樹種 有業者就看準了商機 買下了這塊 佔地五風情的土地 這裡種了各式各樣 稀奇古怪的樹木 台灣的苗木市場不只買家低調 連賣術業者也不願張揚 還記得剛提到 頂級那棵百年紫檯木嗎 就是出自這裡 但業者堅持不受訪 而為了進一步了解市場行情 我們化身成買家 實力走訪最大宗產地 田偉公路花園 你看我過來這裡看 一家家的園藝公司 就像一座座綠色金庫 我們觸目所及的樹木 動輒兩三百萬幾票 你這棵你要補給補了嗎 這棵運輪比大概150個 價格一棵 那一棵250 你裡面最價格是多少 我裡面最價格9萬一棵 這棵你出棵要賣多少 好像300萬 一棵豪宅樹就可以讓一對 小資不欺買肩房 小老百姓聽來不可思議 但頂級玩家卻是為樹瘋狂 只要看上眼的 不惜成本也要搶到 一本它原始的價錢 只有一百萬 可以因為大家搶掉 比如說五六家來搶這棵樹 結果有人花到500 有人花到300 有些人說這樣好了 打不開就出賣了 中量級竊主為了棵風水樹搶破頭 檯面下的競爭更火熱 像這個園子裡 老闆正進行一場秘密獵金樹 他努力培育一棵樹林近百年的 日本黑松 打算要取代 鼎心未夾的黑松一哥 一哥已經 已經嫁入好本了 那現在我二哥要精神一哥 現在要把它養開一點 每五年一個基數的日本黑松印鈔樹 不說還真不知道破例有多驚人 物以稀為貴 每五年翻一百倍 每五年翻一百倍 留下來的就是最好的 那最好的再放到最好的位置 它的價錢就有價 原來這個才是無形的道具 不是你一輩子的一種道具 是你死了以後還沒分道具 你死的樹還沒死 挑堆好樹風生水起 也讓不起眼的彰化小鎮 年賺幾千萬的園藝公司 筆筆皆是 造秀另類的綠色鏈金樹 東森新聞調查中心 在台中彰化綜合報導 中彰化綜合